哪些人是超级细菌的易感人群呢 那对于Mersa这样的超级细菌的话 易感人群其实还是主要集中在 就是你的环境中有一个群居的情况 或者是就是很多情况 就是不是那么干净嘛 那比如说这个监狱里面囚犯 这个人群一两个人感染很容易传到很多很多人 那还有的就是士兵 这个新兵在这个集训的过程中 很多人集聚在一起 那么这个环境中 而且如果在野外集训的话 你更不容易保持干净 对吧 那么所以这种情况下 就是特别容易形成 就更多人之间的交叉的传染 那还有运动员 运动员为什么容易传染呢 是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更衣室 locker room里面 那么有多情况下 就是你本身就是汗野很多很多的环境 那么你如果没有及时做清理的话 那么它就是很容易滋生这些细菌 那么也容易就是在运动员之间传播 如果大家比如说互相借用了这个毛巾 因为很多这些地方 它基本上如果你清洗不干净 那毛巾看起来都一样嘛 对吧 你可能一不小心 你就可能用了其他人的 那还有一些就是儿童在他们的playground 儿童聚在一起玩的时候 如果个别小孩子有感染也容易传给其他人 而且小孩子特别容易抓 就是一个孩子养的时候特别容易抓 抓到这个特别有笼包出现 然后把它就是搞破了等等 那就更容易传播开了 这些是属于最容易感染的 那么反过来说我们就看看 就是说你怎么样能够做好相应的保健 那么最主要的就是说 就是你一定要筛选员工 就是说做照顾的人群 你一定要让这些人 就是不是自己本身是有这个携带这个细菌的 然后呢你就是如果发现有感染的 你要进行隔离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个是黄金的这个隔岩 就是亲洗手对吧 你看手部医生要非常注意 然后还有就是保持这个黄金的清洁 那有很多的这个disinfectant是可以用的 那我们看一下就是目前的话 还有哪些看守是对于梦斯还起一定的作用 那最主要的是这个旺谷霉素 那么对于这个关节炎感染 细菌性的这个皮肤感染等等 它基本上还起这个作用 对于菌血症来说也起作用 但是确实要知道 就是对于医院的话 有些地方是发现了 有个别的这个Mersa 同时其实也发展出了 对万古霉素的这个汉耀性 这个是比较讨厌的 那当然还有其他的 像达脱霉素啊 另来错案 还有投包洛林啊等等 这些对于这个Mersa带来的 皮肤的结构感染呢 其实都还有一定的作用 还有的还控制这个肺炎啊等等 那但是这些药物的这个副作用 会比万古霉素要强 所以这个要小心一些 这个是大体的情况 那么另外呢 我们也可以比较一下 就是这个Mersa和这个Mersa 就是Mersa就是对这个 加氧系统是有抗药性的 那个MSSA的这个Mersa呢 是对加氧系统敏感的 所以说明加氧系统还管用的 那如果进行比较的话 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是首先比较 这个Mersa有抗药性的 跟他的对照族进行比较的话 那么就是说他在30天内 能带来死亡的情况下 比对照族要高出这个4.8到4.4倍啊 对吧 那这里面的DM电量多量 是他这个统计中 有其他的因素进行考量 那简单的说 那如果是Mersa 就是对于这个加氧系统还敏感的 那跟他的对照族进行比较的话 那么他带来的这个30天内的死亡率的影响 差不多是增加3.3到2.4倍啊 这个是就是说会比这个 抗药性的这个细菌还弱一些 所以这里面说明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说这个Mersa 不管是有没有对减氧系统的抗药性 这个抗药性本身 跟这个细菌本身的致病性上 它不是有个必然的关联 不是说我越抗药 我一定就越致病 它没有这样一个直接的这种关联 因为刚才我们提到它是这个细菌 它到底带有多少其他的这些不同的因子 对吧 它这个细菌染色力很多 如果我这个细菌上面 有很多的这个致病性的这个因子的话 即使我抗药性很弱 我也可能带来比较强的致病性 所以这个是跟你携带的基因有关 而不是说致病性跟抗药性是直接相关联的 不是这样的一个 那如果再看下一张图的话 就是在老年社区的话 我们知道就是有些老人 即使是不是被Mersa感染 带来非常严重的这种 比如说肺炎或者是这个菌血症 等这种非常严重的这个内部的感染 而只是说这个Mersa在你这个皮肤表面 或者在这个呼吸道表面 形成了它的这个菌群 就是这个相当于叫做Mersa定质 就是colonization 那这种情况 它实际上也会使老人的 就是有其他的风险 所以这里面就是你的 如果皮肤表面 特别是呼吸道表面 你有其他的这些续菌 有这些危险的续菌存在 它其实有时候也会帮助你 或者说不能叫帮助 它就会协助其他的病菌 更容易感染你的呼吸道 更容易入侵 所以这里面就是说 你一旦有了这个Mersa的病子的话 那么你死的这个老人被其他的感染 风险的可能更大 那么这样的就是说 你可以看到这个死亡风险是1.75倍 就是Mersa的就是1.75倍 对吧 如果只是一般的葡萄球菌的话 它是0.91 那么所以说这里面就是要看 你这个Mersa它还携带了多少其他的 比如说破坏皮肤表面的这样的这个基因 或者带有多少其他的这个vigurance factor 这个致病性的因子 它或者是pathogenetic island等等 它有其他的这个因子 到底有多少决定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当然是一个比较 因为这个有统计数据都是比较泛的 那实际上你要如果针对不同的这个Mersa的 不同的菌株进行仔细分析的话 它这个不同菌株之间是有区别的 在这个欧美之间的传播 以及在非洲之间传播的这个菌株 主导的菌株它是有区别的 这个致病性上还是有区别的 那在下一组数据呢 我们就直接就说 这个对加盐系统有没有抗耀性 这两种不同的金黄色葡萄球菌 它们的这个致死率重要一个比较 那致死率就是这两个红线 一个是虚线一个是实线 那么实线的这个是对照组的 那么虚线的红线的 就是这个住院死亡的 那么刚才就是我们提到的Mersa 就是左边这个图 那可以看到 就是说如果是有抗耀性的 那么它住院死亡率 明确是比这个对照组的 这个死亡率要高 那如果是对加盐系统还有敏感度的 这样的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感染者呢 它虽然比对照组会高一些 但是没有高那么多 这里面是两张图必须对照在一起看 是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说明了就是说 确实你有了这个抗耀性的话 这个组菌它本身 一个是它的存活力更强 可能在这个身体被感染以后 它的这个福祂的这个组菌量 会更高一点 然后特别是如果你入行到 这个血液里面以后 那么你即使用药以后 你也很难把它压下去 所以当然它的死亡率 会相应的高一些 对吧 那么有这个加盐系统的敏感性的话 你如果用药的话 它是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控制一点 所以它的死亡率也会降低一点 所以总的来说 就是要尽可能避免 被这种抗耀性的 这个金黄色葡萄球菌所感染吧 但是当然我们对防范上的角度来说 你无法区别 所以你只能说 尽可能的做好个人的这个 清洗手啊 环境卫生啊等等 尽可能做好这些方面 那么我觉得就可能 已经是尽其所能吧 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下面呢 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也可能会关心的 就是说 那以后这个事情会怎么发展 对吧 这个未来趋势怎么样呢 其实这个未来的趋势 现在其实已经是很有苗头 就是基本上都可以 可以看到它一个发展方向 就是说 它会有越来越多的 这个高水平的抗耀性 就是说 你这个夹氧细菱的量 用的再高 它可能都能够 就足够的抗耀性了 对吧 就是一开始 这个细菌 你给它一点点的 抗氧细菱量 它已经能够抵御了 如果你浓度加大 你加大激量 它可能就 你还是对它有一定的抑制 但这个细菌 本身会进一步发展 然后呢 另外一个 就是说 它的这个 其他的致病性 还可以 有其他的这个基因的这个突变 使它同时又发展出更强的致病性 也有可能 所以这里面只是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就是除了刚才说的这个 MegA这个基因 是带来了这个 对加氧细菱的抗耀性以外 那我还可以在这个病毒的这个聚合酶上面 这个RPO这个基因上 我也发生其他的突变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这个细菌的肤制的过程中 它也发生变化 那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细菌它可以使 它有更多的这个渠道 能够对抗 这些不同的抗生素 以及带来不同的这个抗耀性 所以这个细菌本身确实是 有很多很多工具 这个是 就是我觉得比较明确的方向 会有更强的耐药性 以及加上同时有更强的这个致病性 这是一种情况 那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说甚至有一些细菌 它能够发展到 对这些抗生素的依赖性 比如说我毕竟抵抗你 就是说你有加氧细菌在 我反而活得更好 我依赖你了 你把它抽掉了 我这个细菌反而是变得粘了 就是我本来可能我变成 这个很好的一个 相当于是一个很好的营养 或者说就像人吸毒一样 你这个 一对这个毒品有个依赖性了 细菌也是可以这样子的 再往下发展 就变成对加氧细菌会成依赖性 你越用这个看 我越喜欢 也有这样 那这种情况就是当然是 这个细菌就变得就更糟糕了 所以总的来说 这种对抗呢 目前来说细菌经常是在超前的 人们在这个研发的 不同的这个抗生素 经常是跟不上的 而且就基本上就 常规几大类的 这种不同的抗生素吧 那你不断地做一些化学修饰 不断地去去尝试 但是很多情况下 细菌就是很短时间内 你发了好几年时间 但病毒很快 它可能就发展出抗耀性来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 其实是比较无解的一个状况 而且它整体上 就是人们基本上是比较 当一的 就是你比如说 加氧细菱 青霉素 就要针对细胞壁的 对吧 你开发一个药 主要是针对这个细菌 哪一部分的功能 但是其他的功能 你没办法抑制的话 这个细菌就是很有效的 就能够发展出抗耀性 而且对于这些抗耀素 就是说很多情况下 就是只好医生 比如说染三种抗耀素 同时一起用 就有点像对病毒的这种 机位有疗法一样 它也只能这样做 但是这种情况下 就是如果细菌 这个治疗疗程比较长的话 这个细菌有可能 也进一步发展出 就是综合的耐药性 所以非常广普的抗耀性 也会发生出来 所以这个是 其实一定程度上比较无解 那我也不知道 这个未来的 这个就有什么特别的 突破性的 这个医疗的手段 能够开发出来 这个我觉得就是 真的是抱着一个 美好的期望吧 希望人们能在 跟细菌的对抗过程中 能够占到上分 但是目前来说 我觉得这个细菌相当聪明 人类很难对付 是 我想今天 其实Dr.Lin 您所解析的 未来我们还是要 持续观察 当然一定还是要抱有希望 但是我想在民众用药 方面还有医院用药方面 可能各方面都要特别的注意 尤其是保持卫生 我想后续如果有更新的发展的话 还是请Dr.Lin 为我们详细解析 再次感谢Dr.Lin 谢谢 好 谢谢